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语君的首会小课堂 那么我们用三分钟的时间来教一下前景植物水边的草的画法 那么水边的草呢,它一般是蒲苏、芦苇 还有一些尖叶的一些植物 今天我们主要讲带有这种花絮或者花碎的这种水边植物 我们在纸上在画它的时候呢 可以用铅笔大概勾一个圆或者是椭圆 这样来确定它的范围 那么第二步呢,我们一定要在椭圆中的找到一个发射点 那么这个发射点呢,就是这个蒲苏的生长的最下面的基点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这两步之后呢 最后一步我们就需要把它组合起来 我们先来画这两步 第一步呢,有了这个圆 我们找到了这个中线的位置 那是它的位置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分几层叶子 当然第一层是这样的一个扇形结构 第二层是在扇形结构之上的一个最后的结构 那么最上面呢,是它的花 那么花,二层叶和一层叶就这么三组 我们先开始来画啊 我用的是派通的这支绘图笔 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先画二层叶 从二层叶画起两笔 用抖动的线两笔来画你的这个参差的这个 呃,我们说不管是仓谱啊 扑尾还是芦苇的叶子 画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它交错 那交错的目的呢 就是让层次更加的丰富 看起来更为生动 那第一层的叶呢 它有一些反折 那折下来的这个叶片呢 一定要让它就是显得不那么僵硬 有些同学画这个折下来的这个尖 画得非常的硬 像钢或者像这个铁皮片一样 把第二层的叶呢 顺着这个趋势呢 给它延伸出来 因为有一些叶子是戳上去的 有一些叶是翻卷下来的 那么这两层叶画好之后呢 你的整个这个造型也就完完善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 那么在梳理和总结的时候呢 主要是根部 它有一些叶片的一些交错 我们把这些交错的这些关系 给它处理好就行了 注意前面的这个叶 它能形成前面的叶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叶片的翻折 那么画翻折的时候呢 你的线呢 尽可能的抖动一些 我们来画最后一个花 那么花我们是在这个弧线的方向 加一些抖动的线 那么抖动的线 你可以摆动的大一些 那么上面呢 就是我们说的碎状花絮 那么碎状花絮呢 我们画一边是虚线 一边是这种长一点的 它由于受光的原因 所以我们把它的这种 圆柱状或者是圆锥状的这种感觉 给它表现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一个蒲尾 一个水边植物蒲尾的这个画法呢 基本上大家已经能看出 它的一个大概的这个风貌 由于这个海绵城市呢 在中国大力推广 所以这种美式的这种观赏草呢 实际种植的非常的广泛 这个是花 我把它标一下啊 这个是二层叶 这个是一层叶 那么关于水边的这个蒲尾的画法呢 就简单的介绍到这 我是小乙军 蚂蚁警官以小见大 我们下期见